真的啦,我说了,我们正常印这一本,你大概两百多块就可以做好,但是两百多块,你就好像做了一本业界实物的作品了。 要听老师的意思哦,我们要做完这件事情哦,那最后我们A,B两,不是A,B两,大三,大二,我们两个班级,老师最后会临选一个作品,装级OK了,我们会做个成类,展出大概一两个礼拜,听懂不懂?最少你的东西要有这样的level水平哦,有钢眼门,你放在那里就好像成品书局在办书长,书长进到我们校园办, 诶,寻找没有伤害的要,的书长,懂不懂?你要感到你的书要像书哦,这个就不大对境,这个我就很想看他哪里投篮,懂不懂?了解哦,看起来就没面子没面子啊,所以,听同学到时候,你去留意一下,那这本是最后被业者临选出来的本子啊,的稿子,懂不懂?这本是最后定稿的, 这一个,现在某个人家设稿,那你看看他最后做完怎么样,学姐做的怎么样,听懂不懂?你可以翻一下,他翻起来,张结业怎么做,内文怎么做,我觉得,叫做业界的基本的level,同学有这样的level水平的,你们二人学校要给我堆叠起来,我讲真的,你堆叠完以后你报喜,尤其我你们班导师,以后我们就直接给指定你们执行制作哦, 希望你可以透过你自己的专业,可以自己来赚钱,养自己了,好不好?很重要,所以,老师待会去评图的时候,看你的导致的时候,你有什么要掌握,这时候我们近距离的接触的时间点,宝贵的时间点啊,你够了就没有,不要今天回去要寄信给我,我们这个作业,其中好进度就告今天告, 你要准备做花包,然后会来整理整备那一本,那一张共同版的部分,然后还有一个问题,你所有这里的data资料,我们有规定是什么字型,如果是黑体,你就用黑体,你不要就用标开体,形属体,扭扭体,竹竿体,那种都不要,那已经淡了之前不可以提醒,听懂不懂我的意思?我规计你黑体,你就用黑体,至于华康黑体,还是看什么黑体, 不管就是黑体,你就对了,你不要叫乱改字型啊,因为我们是整班要提案,大家要一致统一,好不好?那可以吼,有没有问题?这个很重要吼,那待会还没有轮到你的时候,你可以来前面看看,好像说同样这样一个主题,学长姐怎么去做这本书的封面设计,我刚才讲的这里不见得都是最好,最少的 老师觉得是业界基本的水平有了,有点概念OK的,听懂不懂?你稍微来翻阅看一下同样的主题,为什么每个人有这么多的不同的提案的方式跟想法跟概念?知道吼,所以现在同学,你的竞争对手在哪里?这就是你的对手,了解吼,知道吼,然后这位同学是领选出来第二名的, 好,第三名是我们班上同学,OK?那不管怎样,请同学,你来看看他怎么做这些设计,那设计比较重要的,整个方面设计,他的创意的符号,过程的元素是什么?请同学掌握到,学姐怎么做,我们怎么做,我们跟人家哪里不一样,然后同学, 我们开始看看,封面跟封底的两者的关系,封面跟封底,这样有没有问题?没问题的话,老师开始你下去看你的作业,看到,学大王,你就可以做你该做的事,从这边开始, 开玩笑,是什么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